别动 别打 不准打 放手 别打了 放手 别打 不准打 不准打了 别打 别打 姐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你拍广告的日子 我当然要来呀 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呢 宋四豪 开了发布会 说换经纪人你知道吧 我知道 发布会之前我见过他了 姐 你也别太难过 还有我啊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没事 你眼睛怎么了 黑眼圈怎么这么重 今天要拍广告 昨天没睡好吗 睡好了 你昨天晚上咋了 苏达 你今天不用拍摄了 可以回去了 导演 拍摄时间换了 怎么没有告诉我吧 不是拍摄的时间换了 是拍摄的主角换了 不好意思 那个赞助商换的主角是 换人 不是 之前是你们求着私打拍广告的 你现在说换人 你现在说换人就换人 不是 本来那个宋子豪的人气 毕竟是高嘛 而且那个广告本来也是跟宋子豪签约的 现在你养他醒了 而且愿意降价拍摄 所以公司当然是优先考虑他 那私打怎么办 以后吧 以后再合作 我要去准备一下 导演 导演别走 姐 算 听了 今天不是我拍广告吗 怎么还有无关人事在场啊 看着就爱一样 宋子豪 是你搞的鬼吧 居然用降价这种手段来挤走私打 真卑鄙 姐 算了 我们走吧 教姐叫得可真亲啊 看来阵导写得不错 马上就能成为一条哈勃狗 司达是吧 我劝你啊 还是离这种唯利是图的女人远点吧 谁知道哪天她会把你利用完了 就一脚踹来呢 我警告你啊 你可以侮辱我 但不能侮辱若男姐 司达 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我们走 干吗这么激动啊 你们睡会儿啊 你没事吧 你还学会打架了 谁敢动她 姐 我没事 有点意思啊 别打 算了吗 别打 不值得 放手 别打了 放手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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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放手 疼吗 不疼 疼疼疼疼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 当艺人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脾气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一眼一行都有很多人在看着呢 稍有不慎就自毁虔诚 绝对不给冲动用事 还有 当艺人脸是最重要的 不保护这张脸跟人家打架 可我真的受不了啊 他们怎么打我骂我都没关系 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你 欺负我的人多了 你每个都要去打一架吗 打 当艺人最重要的就是忍耐 做我们这一行压力是很大 绝对不可以由这性子做事 记住啊 发脾气是本能 控制脾气才是本事 你怎么办呢 疼 有点疼 哪里疼 刚不是说不疼了吗 手臂也疼 这里都疼 刚打架伤到了吧 手腕吗 哪里啊 哪儿 姐 你再关心我啊 再疼我也受得了 借我问一个问题啊 什么事 你昨晚去哪儿了 你问这儿干吗 我昨天去你家找你 发现你不在家 后来菲尔姐也来了 我们等了你们一晚上 你跟菲尔等了我一晚上 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我不知道 菲尔姐好像挺着急的 她特别担心你跟哥哥会出事 所以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怎么一晚上没回来 寂寞的车昨天在半路坏了 我们俩只好在郊区住了一晚 你们俩也真是的 瞎担心什么 我多大人会出什么事 也对哦 但菲尔姐走的时候 好像挺生气的 她说什么 一厢情愿的等待 没有什么好结果 奇奇怪怪的 难道是因为寂寞 我得找她出来说清楚 现在的新人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都敢上手了 这要是以后哪天真火了 还不得骑到你头上来啊 别弄了 管住 去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生气 但是没必要跟助理发脾气啊 你要对付的人 应该是毒孤若男和斯达 今天这事绝对没完 否则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放心吧 刚才你们打架的场面 我都拍下来了 早晚给你看场好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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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